第九百三十二集 你们千万不要远离我 一定要在实战范围内 不然 纵然是一位大能走错路 也要被化成浓血 这么可怕呀 江淮人犯嘀咕 连大能都能化掉 让人腿肚子转筋 不对 我们进入干涸的湖泊了 怎么没有一点水泽 怎么像是踩在山地中啊 吴忠天起疑 我们所见到的一切 大多都是虚妄的 并不真实 除非修成了天眼瞳 不然难以看透 他们小心谨慎 跟在叶凡的后方 几乎是踩着他的脚印而行 前行了多半刻钟 走出去很远 雾矮更浓了 忽然他们觉得有些不对劲 全都说不上来怎么回事 一路上太安静了 多了一股妖艺的气息 妈的 我们当中多了一个人 庞博发毛 此语一出 所有人都心头矩阵 明明八个人才对 可眼下却出现了 第九个人跟着前行 迷雾很浓 站在很近都无法看清 一个人形生物 站在他们当中 不知哪一个是后来者 在这一刻 几人都头皮发麻 竟多了一个人 实在不是什么好兆头啊 隐约间 他们闻到了一股腐烂的味道 机号月一声冷哼 指尖弹出一串血珠 如一片彩虹一样照亮了大雾 穿透了过去 如厉鬼哭嚎一样的凄厉声音响起 迷雾中 那个人形生物被射穿 亮枪逃顿而去 眨眼消失了 可是 那种可怕的叫声还在回响 让人觉得有些发毛 如一个千年厉鬼诅咒 冰寒而怨毒 那个生物很强大 不比仙台一层天的人说 昊月兄竟然弹指间 就将他吓退了 神血破血 相克而已 那是一具腐尸 其实你体内的剩血一样可用 可将其染成灰烬 姬子月很是敏锐 无溜溜的大眼转动 我怎么觉得不像是静仙池 不然怎么会有那种死灵 灯仙帝 路上有这些不足为奇 叶凡解释 半个时辰后 他们走出了迷雾区 前方晚霞如血染红了天空 同时还有淡淡的金色光彩 这是什么地方啊 在外观察地势时 根本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地貌 这才是此地的真貌 以前所见到的都为虚妄 这片地势很不凡 山越巍峨谷地开阔 隆起绕山 入眼一片壮丽 气象万千 前方地表裂开 一具破烂的木棺几乎腐坏了 一个长满红毛的大手探了出来 爬了出来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灯仙帝吗 怎么又一具死灵出现了 简直就像是一处藏地 这是一具高大的尸体 在血色夕阳下非常慎人 眼神呆滞向几人逼来 叶帆弹指 把九颗金色的血珠 飞出落在其身上 齿拉一声 黄金火焰燃烧 将其烧的惨毫 如飞而去 远处 有十几头银翅叶叉 浑身如白银柱成 闪动金属光泽 但却不敢接近 死死地盯着叶帆 前行不久 一座巨山横在前方 在其顶部是一片池水 在夕阳下闪动光泽 流动梦幻般的光彩 几人都很激动 仙持 一定是划仙持 磅礴指向另一边 不对 你们看 不远处还有一处起地 在其旁边 有一座大狱 在其上有一个鼓动 吞吐隆起 引动人的心神 两株芭蕉 也不知有多少万年了 绿霞闪烁 生在鼓动两边 秦岭的千古龙穴 叶凡心中震动 第三代元天师 可能葬在里面 华仙持 与千古龙穴并生 相距不是很远 这让几人都很吃惊 两个被世人所惦念的净土 在一个地方 怪不得 每次都是先后出世 原来都在登先帝 这近乎是神话中的阴阳二学 不要说是叶凡这样 惊炎元树的人 就是其他几人 也都看出了特别之处 这是一处天生的阴阳神土 华仙持在一座巨山之巅 那里非常开阔 水则可见流光一彩 充满了霞光 喷波而出 阳气极重扑面而来 如天火一样 另一边那座大岳 山根处的鼓动 吞吐隆起 虽然神圣 但却有一种太阴真力流动 秦岭的千古大龙会动 几人惊讶 那个龙穴所在的大岳 并不是静止的 在以常人不可见的速度挪移 非常特别 我们就这样寻到了华仙持 还见到了亲领第一股穴 这是有些不可思议啊 他们都有些不真实感 这是让人快要窒息的天大仙缘 此时叶凡皱起了眉头 虽然相距不过十几里远 但是每前进一步都会充满杀鸡 不是那么容易接近的 难于杜天倩 这是一条难以愉悦的思路 他郑重的提醒每一个人 不要轻举妄动 千万不要前行 登仙帝虽然无限削弱了 但是最后这一段路程 确实很可怖 难于上青天 被称作杜天倩 百里死关 九十里登仙路 十里渡天倩 这最后十里 圣人都难过 有这么严重啊 其他几人皆生出寒意 每前行一步就相当于闯一次死关 比我说的还严重 渡天倩又可称作仙人不渡 人力几乎难以过去 是天下最可怕的几种地势之一 他也没有想到 最后十里路是如此的逆天 竟是仙人不渡 这种地形古今皆不可见 而此时 此地却出现了 这怎么办啊 虽然来到了中州最古龙学 但却不能接近 他们很不甘 而今 没有耐心等待了 化仙池与古学 还不算真正将士 等上一些时日 仙人不渡多半可以通过 九十里登仙路 原本就是绝地 若是在平日 根本不可能通过 圣主来了都要隐恨 可隔断天下诸雄 而今 只是因为化仙池 自主降世 显化世间 一切危险 才被无限弱化 近乎消除 他们才能来到这里 最后十里 渡天倩并未被弱化 大城的王者来了 只要前进一步 也都是死路一条 十几头银翅夜叉飞过 发出凄厉的叫声 消失在地平线上 另一边 几句老尸 在山岩上吞吐晚霞 说不出的诡异 这个地方很邪门啊 虽然神圣无比 但是怎么有这么多的死灵 大地上 晚霞染红了万物 不时有人形生物出没 但绝对不会是人类 很多都死气沉沉 秦岭地下多古灵 一些远古诗 还有着惊天的来历 有的通灵 来到了此地也不足为奇 这样看来 千古龙穴中 真的葬进去了一个生物 滋养这么多年 谁能对付啊 突然 地平线上一阵骚动 银翅夜叉 飞天立归等全部惊腿 如万寿奔逃一样 不对劲 如半寿之王出没 群手戒惊一样 地平线上传来巨响 一个高大的老人出现 焦黄的头发跟野草一样 一步一步走来 他足有两米多半 比常人高出很多 身体雄伟 力大无穷 每一步落下 大地都颤抖了一下 这个人的肉身近乎恐怖 到底有多么沉重 怎么跟一座山在移动一样 近了 这个头发焦黄 眼睛如金珠一样的老人 跟一堵山一样 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来到了近前 这是九黎的一位 抄击老皇主吗 几个人皆吃惊 此人早已离世了 身上穿的皇者神衣都腐烂了 但依稀可见 九黎神朝的印记 破败不堪 这是与皇者神兵并列的神衣 竟烂掉了 到底存在多么久的岁月了 吴中天 通孔收缩 最起码存在四万年以上了 不然一件皇者神衣 不可能烂成这个样子 吉浩玥说道 几个人都心有忌惮 不过唯一让人心安的是 这个古诗似乎刚开灵智 眼神还有些呆滞 不是很灵活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